影片把它贴到这边 所以上个礼拜的影片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连结 那这连结里面的话 总共会有十段影片 这十段影片包含就是说 有关那个环境设定 当然第一次有讲 第二次只是做个重点回复 另外会讲一下 就是Eclipse的那个环境 之前会有Java的问题 那现在Java 我已经把这个Java 整个都把它丢到里面 所以懒人包里面 如果你假设打开的时候 发现你的那个环境 没办法启动的话 那其实你只要更改 我之前讲过这个Eclipse 的这个一个齿轮状 这个Ini档 那你可以用编辑 把这个路径改一下 第二行的地方 也就是说你只要 把这个路径指向这个Java 里面的这一个 并里面的这个 这个点页 其实主要是这个路径 把它改一下 理论上应该就OK了 这个环境部分 那这个当然好处 就是说以后不管说 你只要把那个环境解压 缩到那一台电脑的低碟 那不需要安装 那就可以直接开发 你要写的这个Python程式 那当然就不用那么 安装一大堆东西 所以有些电脑里面 假如说它不允许你安装的话 那当然你这个地方没有安装 所以其实也可以写 OK所以这个环境 我觉得倒还是一个优点 另外第二个的话就是 就是一样 就是开启之后的话 当然我们第一步 把这个Equilibus打开 那一样就是你的Workspace 理论上就是放在低碟的这个位置 所以低碟底下 有一个这个Python的Workspace 那实际上就指这个路径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回家 再把它备份 就是把上课的东西 再把它这个回去 再call回家 可以继续开启的话 那你只要把这个目录 call回到你的低碟 其实也可以的 给它把它Lunch打开 那上个礼拜的东西 基本上就会又恢复了 哪怕是我们这边的电脑 有还原系统 也不受影响 OK所以这部分的话 跟各位讲 那这边有防火墙 把它与许一下就可以了 那show later好了 OK那你会发现了 我们之前写的东西 就会放在那个test的这个专案底下 的这边的模组 那模组部分就点Py档 那如果你要再新增的话 再new嘛 new你的这个新的module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py div的module 反正以后呢 没有特殊原因 写程式的新的module就可以了 那其实跟这个VBA还蛮有点像 VBA的话是打开之后 如果VBA我觉得它好处是 你不用安装 你不用设定 直接开发人员打开就可以 然后呢 比较之下 你会把一样按右键 一样是什么 插入模组 只是说呢 在VBA里面呢 它一个模组可以写很多只小绳士 那当然在那个python里面 一样可以写很多的function 不过在VBA叫sub 那只是说呢 目前我们还主要就是一支 城市就写一个模组啦 OK 那差异大概稍微比较一下 不过你会发现蛮多地方都相似啦 其实你说城市语言 即便是一个新的旧的 其实蛮多地方都是雷同的 只是说不同的 可能不同公司 不同组织 弄出来的东西 它可能稍微还是有点差异啦 OK 所以以后的话 你大概有个概念 你即便有一个新的东西出现 你也不用太担心 反正就是了解一下 那差一点就可以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看 那个就是 就是要把它做完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接着继续来看 有一题叫 BMI的这个练习题 那这个BMI 什么叫BMI 你可以Google一下 BMI关键字 第一个这个连结 就是BMI值的计算器 那这边有个规则 就是什么 身高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OK 这部位应该还没讲到吧 BMI这个讲过了 所以我们今天 等于是第九点 所以今天的话 应该是第三个单元 想说大家眼神里面 好像无焉 好像没办法 那九点之法表 我们讲到了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讲信号 OK 那其他当然 那个九点之法表 其实也可以在VBA里面写 那个VBA很简单 那因为我们重点是在Python 所以我如果VBA部分 没有办法细讲的话 请各位自行再到这个 这个上面都会有VBA的程式 那其实如果你要run的话 很简单嘛 你就是在VBA里面 先怎么样 一样嘛 就是先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那把程式贴上就可以了 贴上一个sub 如果你要run它的话 基本上 你就直接呢 在那个VBA里面 按下执行 那结果就出来了 OK 所以结果 你会发现 在VBA里面一样可以run 而且它里面最大的差异 可能稍微比较一下 其实你会发现 在VBA里面一样会有Fall回圈 可是它没有那个range 所以它里面 但是会自动帮你把范围给输出 OK 所以两种人比较一下 好像大致上 好像差 只是说那个语法 超不同 另外的话 还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VBA里面 它可以直接使用Excel 所以如果它要使用Excel的话 只要呼叫Excel里面的一个物件 叫做Sales 这个Sales的话 只要跟它讲说 我要输出什么样的东西 到哪一个储存格 哪一列 哪一栏 那它就分别把这些资料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把结果放过来 OK 所以两者之间可以稍微比较一下 那当然我一直强调说 最好你们 如果学完这个Python 最好VBA也能够会 那这是最好的 因为两者如果你都会的话 那以后的话 你要写任何程式 你写这边写那边 其实都无法 那你可以针对你自己 比较合适的写法 OK 比如那一台电脑 刚好没有装Python 只有VBA 那你刚才直接写VBA算了 但如果说有些特殊需求 Python比较OK 那你再用Python来写 OK 所以两边最好是 都可以互相比较一下 那VBA当然 这是他的强项 什么强项呢 可以直接呼叫Excel的物件 来做事情 但是如果你在Python里面 基本上这个是一个问题 相对的他没有办法这样做到 如果即便他要这样做到的话 那他可能要做蛮多事情的 可能要再弄一个外挂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再练习看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底下的话我们要做几个练习 也是回圈的部分的练习 就是如果我今天希望输出一个什么呢 底下这个三角形的星号 那他的规则是说 最上面一颗星 最底下是13颗星 先输出一颗星 第二次第二颗星 一直到底下是13颗星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在那个什么呢 Python里面建的话 那我第一个啦 我假设用这个当名称 一样new一个module module名称的话呢 也叫这个 信号输出三角形 OK 然后呢 我就在这边的话 这上个礼拜有讲到 所以我这边也有讲到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要怎么怎么完成 我看我上礼拜 师傅有讲到 那不过最后的话 好像有做了一些变化 他执行 这是最后做的 倒过来 OK 这边前面 也要做 这个 空白 OK 那不过 其实你们这一题也可以做个变化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做一个 现在是直角三角形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它改变 把这一边有没有 有点像 另外一边也做一个一模一样的 那就变成什么 等腰三角形 好现在是倒过来了 我把它再反过来 应该是1到14 然后 然后 把它执行一下 像这样 这个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Ctrl- 把它缩小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把它做个变化题 因为这一题也是 这个证照考试还蛮喜欢考的 就是在另外一边有没有 做出一个跟这边一模一样的东西 有没有 这边一模一样的东西 那有点像什么 第一次一颗C 那底下的话呢 就是1乘2 有没有 两边各一个 中间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我固定中间要有的话 那基本上都一定要有1 那左右两边的话 第一次是1 那两边要乘以2 再来的话 两边变2 两颗 OK 如果说 假如这个是要做个变化题 请各位把上个礼拜这个输出三角形 变成等腰三角形的话 那这个地方公式 该怎么改变 应该主要在这边改一下 结果就出来了 OK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要把那个4为圈 再把它改成画回圈 因为回圈呢 它在城市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主要就是说可以帮大家呢 可以重复做 只要是你要重复做的事情 就可以交给回圈这个叙述去完成 当然我特别强调4为圈就是有一个范围 那换回圈的话 那就不是一个范围 而是一个条件 当那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比如画后面一个条件 如果为true 那它就一定会去做 为true就是do 就是做什么事情 那什么时候离开呢 当它后面那个条件为force的时候 或者是说城市里面有break 遇到break就跳零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那个上个礼拜的东西 改成所谓的画回圈来叙述 这地方该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一下 第一个就是 看看把那个上个礼拜的直角三角形 变成等腰三角形 试试看 然后另外的话呢 当负的回圈如何改成坏回圈 好